黄金本周曾两度跌破1800美元,最低见1789美元,不过最终都能探底回升回至1800美元大关稍上位置。 周三见墙下影线反弹动力,昨日侧延续后明显收扬,赞民时在1818美元徘徊依然震荡上扬。 当前的市场基本面比较平淡,所以交易情绪也不高涨,技术争夺仍然比较激烈,导致方向更加缺失清晰的指引,加上迎来元旦假期,预计反应更加平淡。 数据方面,上周美国新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下降,依然能够好于预期的20.8万人,降至19.8万人。 资加哥采购经理人PMI指数亦上升,为12月的63.1号于预期的62. 数据暂有在于缓解对新冠感染人数激增将抑制经济复苏的担忧而回落不少。 但随着全球新冠病例继续激增,美债收益率在月末流动性推动下从一个月高位回落。 抵消了美元走强带来的压力。美汇指数和美债收益率走弱均在本周美段为黄金带来利好因素。 另外,以往美国消费者在这个假日季节涌入实体店,令销售情况尤其强劲,但最近可能因为疫情预期下调美国消费增长。 技术分析方面,预计黄金可以先行走强后回,但关注能否守住大部分帐幅作2021年收盘? 由于昨日交易日并未有重要经济数据出路,且为2021年最后一个交易日,投资者需要留意仓位调整情况,并关注最终的收盘价对后市技术面判断的影响。 为了年收益率好看,或有机会继续持有或空仓过年,因而波幅料有限,值得注意的是,今价走势展现出背离现象,暗示后市将存在较大回落风险,或有机会再跌至1800美元下方。 上方目标1828美元和1835美元,下方1802美元和1794美元有支持。 整体来看,虽然全球主要央行逐步收紧货币政策前景预期在中长线美元走高压制金价, 但只是预期,讨论过久也有机会使得市场对此有所消化,且回顾历史,加息周期都是牛市开端,所以各伟投资站需小心新一年的方向及走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